刚才偷地不舒服 刚才偷地不舒服 我看到那个 刚才已经出现了好几个镜头了 可能是我出去的时间长了 几个脚在一块了 我先讲一个看到猪八戒的那个 看到一个猪八戒的耳朵在算上 看到猪八戒的耳朵上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卫星 卫星有太阳能板 一个猪八戒 卫星就是人造的卫星 然后看到猪八戒 猪八戒看到卫星的耳朵伸在那边 他也把耳朵伸出来 原来是垂下来的 他也伸出来 他耳朵伸出来以后 就听到咫咫咫声音了 听到那个卫星上有声音 一个卫星上有电流声 可能哪个电路上哪个故障 有不会整个放电的声音 咫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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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了 猪八戒就听到那个声音 大家听到咫咫咫咫咫哩잖아요 那个卫星是被飞食打坏了 但没彻底打坏 没车地打坏 就打了以后就功能 功能异常了以后 有时就电接通 有时接触不良 有时接通 有时没接通 有时接通 有时没接通 是被隐私打坏的 也就是说 现在隐私已经到了 到了差不多卫星的高度 那个时候 猪八戒就听到了 猪八戒就听到了 卫星上有吱吱吱的声音 卫星要到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老江 老江 他有时有时会 他拿了一个耳朵听 他还听到了 他还听到 有吱吱吱的声音 他有吱吱吱的声音 他的脸板又堵 还是堵 堵到台湾那个地方 堵起来了 堵起来了 他想 我在这个地方安全的 国内会出现一些异常 他因为在临界上 他最聪明就知道了 然后堵到台湾去了 知道台湾那边是安全的 堵台湾去了 堵台湾去了 在那个台北 北边的 他们都是从东西进去木肯进的地方 堵在那地方 他堵在那地方 他的灵魂堵那地方去了 他觉得 说心里话 他还是觉得台湾安全 所以堵那边去了 堵那边去了 现在看到这些再说 堵那边去了 也就是 一直到了 进到 就平时是 卫星 属在那位置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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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